PS5为什么需要有Pro第四集 说说价格和性能 我之前从游戏的画面和帧数分析过 为什么需要有Pro 但并不是说一定会有Pro 因为截止到目前 索尼并没有官宣过 我估计索尼也很纠结 因为PS5目前的性能和价格 不高不低 能上能下 就算是不出Pro 也能对付到PS6 即便是GTA6来了 它也不怕 因为性能不够优化凑 凭借R星的技术实力 是可以弥补一部分 PS5硬件的性能缺失的 只不过这个优化过程 会消耗更多的时间和资源 但是目前有几个游戏开发商 愿意花更多的时间和金钱 单独给PS5平台做专属优化呢 所以要不要发布Pro 是索尼该考虑的 我们该考虑的 那就是准备好银子 到时候Pro真发布了 别舍不得往外掏 那我们要准备多少呢 PS5初代在2020年首发定价是500刀 2023年发布Slim版400刀 目前我们这儿的Slim日常价是3300 活动价是2900 PS5Pro相对PS5 我猜性能会翻倍 也就是说把目前的PS5游戏 从高保真的4K30能变到4K60 PS5Pro的定价 我预测是550刀或者600刀 国内价格应该在4500元左右 因为这个性能既可以满足 大家对4K60帧的渴望 这个价格也不算太离谱 而且索尼还会有一定的利润空间 那为什么呢 因为成本不会高太多 PS5Pro的显示芯片 应该也是AMD提供的 今年有消息说 AMD未来会放弃高端市场 这一代AMD的响卡 没有能打得过4090的 那下一代呢 估计也没有 但这未必是坏事 以AMD目前的显卡产品线 它是可以覆盖2K和4K分辨率的游戏的 老黄的4090甚至5090虽然更强 但是它不是给游戏准备的 我预测PS5Pro用不到旗舰的7900XTX 7800XT就够了 目前初代的PS5和PS5Steam 硬件参数可以对标5700XP显卡 这块显卡2020年卖3500 那PS5Pro硬件参数可以对标7800XT显卡 现在2024年卖3600 这个7800XT显卡 它的性能正好是5700XT的两倍 最后的问题来了 有必要等PS5Pro吗 这取决于你是哪一类玩家 目前大多数游戏玩家 在用4060 3060 2060甚至1650 这种所谓的甜品卡玩游戏 玩的是2K或者1K分辨率 特效和帧率都不求拉满 只求能玩 4K分辨率特效全部拉满 是每位玩家的梦想 但实际上在用4080 4090显卡玩游戏的 加在一起都不到2% 这是来自Steam 2024年6月份硬件调查的数据 如果你觉得花四五千块钱买个游戏机不算什么 能玩4K分辨率60帧的高特效 你感觉很值 那就等Pro 因为对于分辨率画质帧率 每个人的感受都是不一样的 适合自己才是最好的 当然钱包也很重要 那么问题来了 你现在在用什么设备玩什么画质的游戏呢